Banana Boat 香蕉船这个品牌,相信很多妈妈都很熟悉。 这个国外的网红防晒霜品牌,却在上个月爆出儿童着伤事件。 每日邮报报道,英国五岁男孩奥斯卡,使用香蕉船防晒霜,导致皮肤烧伤。 男孩的父亲介绍,事发那天他给小奥斯卡身上厚厚的涂了一层无类配方的香蕉船SPF50L防晒霜后,就让他出去玩了。 只活了两个小时,小奥斯卡一边尖叫,一边从花园跑回屋里,哭着说自己的皮肤着火了。 第二天,小奥斯卡身上起了多个水泡,就影响面积足有6厘米宽。 小奥斯卡用的就是下面这款香蕉船SPF55类配方儿童专用防晒霜。 经医生诊断,小奥斯卡遭受的是有化学反应引起的一级灼伤,可能会因此留下疤痕。 实际上,香蕉船防晒系列陷入类似的灼伤门,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 屡次陷入灼伤门的网红品牌,香蕉船,隶属于美国婴儿用品品品牌贝勒公司。 是专业的防晒品牌。 这个品牌产品系列比较多,按照年龄断分,有成员的,儿童的,婴儿的,有滚竹型,喷雾型,双气型。 最近几年夏天,都会爆出小婴儿或儿童被香蕉船儿童系列防晒产品灼伤的新闻。 去年5月,加拿大一个14个月,大的宝宝使用了香蕉船排防晒喷雾,随后也被灼伤,并且发生肿胀。 最终,宝宝被诊断为二级烧伤,并可能留下终身疤痕。 5月26日,加拿大魁北克省一个9个月大的宝宝,突了香蕉船SPF60儿童防晒入夜后,出现了面部灼伤。 加拿大卫生部发言人Renelle Bryant,第一个报告中称,两个月内,对香蕉船产品的投诉有139起。 不仅是在加拿大,其他国家对于香蕉船的投诉,也是没有消停过。 在国内,厦门海舱检验检疫局,曾于2017年建议消费者,慎重使用香蕉船的儿童防晒霜,高致敏成分是烛伤原胸,难道是产品本身有毒? 并不是,导致灼伤大,是这几款儿童防晒产品中的高致敏化学成分。 2. 本酮3. 微型指数较高的防晒剂,可能有发光过敏,且会被皮肤大量吸收,欧芒虽允许使用,但要求用量不能超过百分之肉。 2. 同样容易诱发皮肤光敏感造成光敏性皮炎,表现为皮肤发红,起疹子,臊痒,肿胀等。 2. 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是,尽量选择不含有氧本酮Oxybenzone的防晒霜,而香蕉船好几款儿童防晒产品里,都含有3.5%的氧本酮Oxybenzone。 2. 化学防晒产品对于皮肤敏感的人,尤其对肌肤胶难的婴儿来说,本来就不友好,加上这些高致敏的化学物质,光敏风险就更大,存在假状间毒性风险,那是不是不含有以上成分的香蕉船产品,就是安全的呢? 2. 还要警惕另一个成分,4. 甲基壁亚基胶脑4NBC,4NBC属于化学防晒剂,主要防御紫外线UVB,美国FDA明确不允许使用,欧盟认为其对甲状性有毒性,会干扰人体激素,要求用量不得超过4%。 4. 中国化妆品安全和技术规范,2015年版中规定,4NBC在化妆品中,最大允许使用浓度为4%,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,2015年版,香蕉船儿童系列和硬幼儿系列SBF50家的防晒滚入产品中,4NBC的浓度都是4%, 儿童系列和硬幼儿系列的SBF50家防晒喷雾产品中,也都含有40%的4NBC,含量是成人化妆品的上限,而导宝皮肤较嫩,能和成人的标准一样吗? 挑选安全有效防晒产品。 记住这四点,这几款产品,家里已经买了怎么办? 之前给孩子用过没事儿,还能用吗?建议谨慎使用,还是给孩子选择更安全的靠谱,实在舍不到。 给皮操肉厚的孩子霸用也行,挑选适合婴幼儿的安全有效的防晒产品。 丁香妈妈老总结出四条建议,16个月以下尽量用物理应防晒,16个月以下的宝宝,最好的防晒措施就是避免阳光直射, 如果必须要出门,遮阳帽,遮阳散,全年长袖衣裤都要背上,而选择物理防晒霜更安全。 物理防晒剂最常用的是氧化芯和二氧化碳,对皮肤不刺激,化学防晒剂可能造成接触过敏,一发皮炎。 推荐几款纯物理防晒剂为指令,Sing Baby SPF50加,有效成分是20%非纳米氧化芯,可防水。 缺点是有点白腻。 Baby Ganyx固体防晒棒,有效成分是二氧化碳和氧化芯,可防水,方便随身携带。 核光糖婴儿防晒霜,有效成分是氧化芯,无酒精,无香精,滴刺激性,没有油力感好清洗,防晒能力相对较弱,可防水。 被青婴儿防晒霜,有效成分是二氧化碳和氧化芯,无酒精,无香精,滴刺激性,防晒和防水能力很弱,但已涂抹好清洗。 在使用前小范围尝试,避免过年,不管是什么防晒产品,一定要先在孩子的手背的位置少量尝试,等待十几分钟,确认没有过敏反应后,在大面积使用。 4不要选喷雾类防晒产品,喷雾型产品有明或已然隐患,也容易被孩子口鼻吸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